小平老师讲了好多 为老师讲了好多 我们先来看一小段精彩的片段 就知道老师把王熙凤如何 刻画的入目三分 这个伤风败俗的东西 还不快把这画来画给修了 哎呦 妹妹 你想啊 你是我把你接进府里头来的 可我也不晓得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现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不 妹妹 你好自为之吧 好妹妹 我妹妹她怎么了 好妹妹 你怎么了 好妹妹 好妹妹 你 我妹妹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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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苦啊 老师刚刚这一段是 王熙凤用记 让尤二姐自尽 吞尽自尽 是的 我刚刚其实在跟老师说 我每次听到一句她叫她好妹妹 我就惊一下 会有那么恐怖啊 入目三分 是 其实我在演这些所谓恶女的这个戏的时候 其实都觉得是蛮过瘾的 因为我的个性大概其实还是比较随和的 我是比较中性的 比较能够配合别人的 我真的都是比较把别人的事当成是要完成的 自己能够放到最后就放到最后 所以我的个性是这样的 所以呢 对于这个角色的深入呢 我觉得是比较能够深入的 比较年轻的时候呢 我在演戏啊 心里面有 但是我的表现的时候 这个表演的这个语言呢 我觉得是不能说弱 而是说太过于敏感了 就是她的那个敏锐度太强了 那反而呢 就显现不出来 所以到后来我这个经验越来越丰富 不管是排新的戏 或者说我去拜了梅老师 把梅派戏又重新的做了一定的这个 重新的规划 重新的把梅派戏当成是我一个再学习 再进修 所以呢 就好像那些老戏呢 也慢慢种到我的身上了 那么养分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呢 当我在 再站在舞台上 来扮演这些跟我个性不太一样的角色的时候呢 我反而更能够看到她的点 就是她能够让观众更感受到毛骨悚然的点 确实是常年累积下来 而不是说马上就能够体会的 马上就学来 不是的 那么当然对于说 我在观看这整个的世界也好 或者说从我的眼睛里来看 那么多不同的人 其实那些都是我的原型 都是我上台的原型 我会看到很多人的样貌 他的动作是很不一样的 我都放在我的脑海里面 到时候在扮演角色的时候呢 他就会成为我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原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 因为一般人呢 对于人的表情或者动作 通常不是非常的在意的 但是我却是特别注意这个部分 老师您会观察别人 我会观察别人 不管在任何的场合里面 我都会去特别的看到一些 很奇特的一些动作 即便是很细微的 会有一些属于他的特色也好 或者说他会有一个很惯性的一个动作 那么这个惯性的动作呢 就形成了这个人的一个形貌出来 对 那么我就把它当成是我的 我的这个要演出的角色当中的 每一个不同的这个 素材 素材 对素材 他等于说我们一辈子啊 好像都花在一个 一个很专注的 一项艺术 对 对 琢磨在我们 在演出各种不同的角色 对 那么以至于我们好像跟时代脱节了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演员必须要跟上时代 那么就要更增加这个部分了 所以呢我们 我们就更多的更多样化的去体现我所要体现的 或者说是诠释的角色人物 其实老师你这样说我很有感觉 就是不管是看您之前的金锁记 或是看王熙凤 我都在里面看到很深刻的人性这件事情 是的 就是看王熙凤他这么的厉害 这么的有手段 可是他也是 我相信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王熙凤吧 是这样吗 我就觉得王熙凤再怎么样的厉害 但是呢 他始终也只能在大观园里面呼风唤雨 自己把自己做大 他自我膨胀的很厉害 他就认为他可以什么事情都一手遮天 不管是 反正就是这个人是很自私自利的 很厉害 他明着跟大家所有知道的人面前 他都可以说他的一套这样 对他的一套 但我觉得这就是人性啊 是 就是当你这个人是在那样子一个地位的时候 你是否也会像他那样 还是你会比较照顾到别人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有不同的一种 对 一种对待方式的 对 但是我们现在为各位介绍到的是 王熙凤这种方式 你也不能说他不好 他也是为他自己的利益来着想 对不对 是 但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人 我们看到他造成了他家里面的很多人的一种厄运的时候 你就会不胜唏嘘的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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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